郭和年家里集团董事长金龙于食用油 北京国贸大厦家里中心 香格里拉酒店都属于他的公司 2019年个人身价128亿美元 居息他的作家是奔驰S底盘代号WR2E 除此之外还有一辆低配WR2奔驰S350 价值110万港币 郭和年是亚洲堂王酒店大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中国投资了 北京国贸就是他1985年合资兴建的 因为北京有生意 所以偶尔会来京 早年来北京用的接待车是本田雅各 郭和年的低调作风是受母亲的影响 郭和年的母亲曾教育子女 做人不要太物质 据郭和年回忆 当母亲过生日 郭和年曾送奔驰 结果被批评 后来把车子退了 买辆日系 如今的郭和年已97岁高龄 长年居住在香港 除了奔驰S级 还有老款丰田埃尔法 身价128亿美元 多辆作家家一起不如辆古斯特贵 真的是太低调了